如风说梦幻,八卦天天看 1.表弟怒喷九仔是假老板,专场开了4小时 在6月份的服战选拔当中,因为物理老板K组的退役 表弟团队只能带上卡卡的物理系 他们团队继续一个新的物理老板 就是这种情况下,一名叫做九仔的老板横空出世 表示要加盟表弟团队玩物理系 这个叫九仔的老板非常神奇 一直表示自己刷礼物不方便,要保持低调 但是转身又去很多雪山直播间连麦 不少表弟的粉丝表示,这个九仔就是个假老板 表弟刚开始还不信,但是在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 他也觉醒了,昨晚怒喷九仔是假老板 疯狂坑整个团队,一个专场开了整整4小时 表弟表示,九仔自从表示要加盟表弟团队之后 天天喊着四美等人给他找武器找宝宝 今天说买七轮地厅,明天说买八轮地厅等等 其实啥也没买 近期又让稳哥去帮着谭屈腹的愤怒穿刺腰带 最后又放鸽子,弄得整个团队被他刷得团团转 如风周一也联系过他本人,表示武器已经买好了 还要给表弟展示 从表弟的这个专场来看 看来一切都是九仔自己编造的故事 二,江河哥买160神佑放下剑 近日,屈腹孔庙江河哥又给自己的化身号更新了一波 他买入了一把160级的神佑放下武器 奈米双加了66点 不得不说,江河哥手上的神佑特技武器 真的是太多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